一头雄狮冲向眼前的人类 他后腿直立 静止扑进男人怀里 用脸颊不停摩擦曾经的主人 就像一只温顺黏人的大猫 阔别多年 他居然还能认出自己的救命恩人 这激动人心的重逢时刻 曾看哭了数百万人 也引出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 他叫官师克里斯蒂安 一头被人类养大 却成功回归自然的狮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精神小伙约翰与埃斯结伴闯荡文敦 回忆起年少时光 百货店里的那次邂逅 正是在那 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克里斯蒂安 在那个年代的英国 动物买卖并不违法 只要有钱 你甚至能在百货商店买到大象 第一次见到小狮子 两个年轻人就被深深吸引 他那水汪汪的大眼睛 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 仅仅一次对视 就让他们决定将其买下 六十年代的伦敦 饲养其真异寿是十分流行且合法的 最终约翰和埃斯花了二百五十金银 约和现在的三千英镑 喜提狮子一只 在诗人眼中 这俩小年轻怕不是疯了 要知道 比试他们自己还是打工人 抚养一头熊狮的压力可想而知 起初 他们将克里斯蒂安养在工作的家具店仓库 并为小狮子准备了巨大的猫砂盆 像养猫一样养狮子 尽管条件简陋 但克里斯蒂安过得很快乐 总是游走于货物间 和主人玩躲猫猫游戏 他最喜欢废纸筐 一旦叼上就不会轻易松口 此时的小狮子虎头虎脑 惹得店里的人都很宠他 但随着克里斯蒂安越长越大 养狮子的花销开始不断加剧 六个月大的幼狮 一天就能吃掉三公斤肉 这让打工人埃斯和约翰十分苦恼 索性一个摄影师朋友上门合作 为克里斯蒂安拍摄了一系列作品 由于小狮子十分上向 这组复活节系列摄影 卖出了一笔不错的收入 约翰甚至还为他开通了银行账户 专门存放赚到的钱 解决了吃饭问题 成长期的小狮子还需要足够的运动量 去哪六成了下一个难题 机智的埃斯在郊区的一处墓园里找到了答案 这是一头在城市中长大的小雄狮 两名主人正在一处墓园中陪他玩耍 和许多成长期的狮子一样 此时的克里斯蒂安充满活力 在打闹中磨练生存所需的技能 开阔的空间和自由的环境 让他的本能逐渐觉醒 也让人与狮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对埃斯和约翰来说 克里斯蒂安成了最亲密的家人 他总是热情地冲向两位人类老爸 一个飞扑钻进他们怀里撒娇 如同一只乖的不得了的猫咪 但他们越是要好 面临分别时的痛苦就越强烈 随着小狮子一天天长大 八个月大的克里斯蒂安 已经是只七十公斤的大猫了 约翰和埃斯再也无法将他抱起来 直到这时 他们终于意识到一个事实 他是一头狮子 而狮子是无法生活在城市里的 终于有一次 克里斯蒂安捡到了一条腰带 埃斯走过去想把东西收走 一向乖巧的小狮子 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耳朵放平 喉咙里发出极不友善的低喉 他和约翰都清楚 城市已经容不下这头狮子了 克里斯蒂安需要一个新家 但留给埃斯和约翰的选择却不多 马戏团和动物园看上去是维尔的选择 但都被两人拒绝了 他们不想让克里斯蒂安和他的父母一样 在牢笼里度过余生 两位人类爸爸 决定还孩子一个自由的未来 他们要让小狮子回归自然 说起来轻松 但从小被人类养大的狮子 哪有那么容易恢复野性 在竞争残酷的野外生存呢 走投无路之际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们遇到了贵人 一对电影明星夫妇出手相助 他们曾出演过一部狮子主题的电影 并因此最新于动物保护事业 夫妇推荐了一位名叫乔治的狮子专家 对方专门救助被弃养的狮子 训练他们回归自然 但这也意味着克里斯蒂安将被送往遥远的非洲 从此和埃斯与约翰天各一方 在临行前的最后几天 一行人带着小狮子来到海边 夕阳下 众人和狮子一同奔跑的景象 将成为最美好的记忆 永远留存于两位爸爸的心底 一日 小狮子搭上了飞往肯尼亚的飞机 年轻的雄狮踏上了他的非洲之旅 让一头人类养大的雄狮回归自然 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克里斯蒂安从没踏足过非洲大地 他没见过鳄鱼与河马 更没经历过大自然的残酷 但狮子专家乔治自有办法 他的计划是组建一个狮群 让小狮子和另一位大哥组队生存 但熊狮博弈可不是擅长 隔着护栏就发出愤怒的咆哮 克里斯蒂安第一次见到同类 吓得赶紧躲到约翰身后 但若想融入团队 他必须迈出艰难的一步 终于 小狮子迎来了狮生的第一次交锋 面对熊狮的攻击 克里斯蒂安表现出臣服的姿态 但并没有放弃还击 他找回了血液中流淌着的战斗本能 最终薄伊接纳了这个勇敢的小弟 他们很快就成了要好的兄弟 克里斯蒂安总是黏着这位大哥 他们从敌人变成了朋友 未来也将并肩作战 克里斯蒂安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意味着不再需要人类爸爸的照顾 在过去的一年中 埃斯和约翰付出了太多 现在是时候说再见了 他们离开的那天 小狮子一直跟在车后 跑了很久很久 在之后的日子里 克里斯蒂安和大哥共同闯荡荒野 逐渐成长为一头真正的狮子 但就在他们开疆阔土时 意外发生了 薄伊在与其他雄狮的战斗中身受重伤 尽管乔治帮他治好了伤 但这次经历却让他的性情大变 1971年6月6日 回到营地的薄伊袭击了一名助手 听到尖叫的乔治赶到现场 看到了正在撕咬人类的雄狮 他拿起猎枪 最终在失命和人命间选择了后者 但令人遗憾的是 两条命最终都没能保住 薄伊的离世对克里斯蒂安打击很大 他失去了最好的伙伴 在这之后 他常趴在好友的墓旁 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为了让他尽快振作起来 埃斯和约翰决定前去探望 以家人的身份 帮克里斯蒂安渡过难关 只是如今已相别一年 完全野化的雄狮 早已不是当年的乖宝宝 他还能认出两位人类爸爸吗 相从的时刻终于到来 乔治和克里斯蒂安站在山顶 雄狮先是缓缓靠近 停住了脚步 他一动不动 打量着眼前的两个男人 然后再次谨慎前行 埃斯终于忍不住了 开始大声呼唤起他的名字 接着奇迹发生了 克里斯蒂安加快脚步冲向两人 一个标志性的雄抱扎进爸爸们的怀里 这一瞬 陈宗的记忆被唤醒 他们团聚了 故事的最后 克里斯蒂安走出了阴霾 还与两头母师组建了家庭 一年以后 埃斯与约翰故地重游 克里斯蒂安有了自己的领地 已经很少再回营地了 就当两人不抱希望时 一头威风的雄狮出现在营地门口 曾经的小狮子长大了 这一次 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撒娇 只是默默陪在两人身边 用这种方式与爸爸们道别 第二天 克里斯蒂安消失了 回到了属于他的世界 从此以后 雄狮再也没有回去过营地 埃斯与约翰心里清楚 克里斯蒂安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将建立属于自己的狮群 延续伦敦雄狮的血脉 也许他会在野外活上十年 或者也会遭遇危机 但不管怎样 他拥有了自由的生活 没准在某个夜晚 雄狮还会梦到哈罗德百货斩价前 两个对他傻笑的人类老爸